富豪张小凡遭复二代挑衅 最后用车技征服了富二代 紧接上题 张小凡把所有的面试者PUA到离场 结果最后自己面试成功 紧接着面试官 把张小凡带到美女老板的私人办公室后 匆匆离开 我叫杨大梅 你就是张小凡吧 我以后就是你老板 以后你就是我助理 听说你是00后会开车吗 小意思 此时杨大梅将一把法拉利的钥匙扔给张小凡 这时直播间直接炸了 这女人什么意思 上班第一天就送法拉利吗 这是要包养主播的节奏吗 羡慕啊 这样的领导给我来一火车 主播你年纪小 这种领导你把握不住 让我来吧 我身体好 这时张小凡也害羞了 杨总不好意思 我不是那种人 这小子在干什么 那可是法拉利啊 不会吧 这都拒绝了 真是个败家子 多好的机会啊 然而杨大梅捂着嘴 笑得何不拢嘴 小东西你想什么呢 一会儿我出去一趟 需要你送我 此时张小凡 感觉永被冒犯到 要知道他的大头 还没被其他女人摸过 这个杨总刚见面 就躲走了他的第一次 那也不行 我是你的助理 不是你的司机 开车送你 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 你兑换三万币子 小弟 这娘们脾气太好了 咱要不换个目标吧 但是他漂亮 完完再说 杨大梅再次被张小凡拒绝后 反而勾起了他调教的兴趣 今天我要是非让你送我呢 杨总 你误会我了 送你也不是不行 得加钱 加多少 一小时两百 一小时我给你两千 走啊 别愣着了 怎么样 开过这车吗 我的钱可不是那么好赚的 切 飞机我都开过 区区法拉利 小看谁呢 上车 保证把你安全送到地方 土博 我劝你赶紧下车 要是出了事 把你开开卖了 也不够赔的 土博我知道 你想在领导面前表现 但不是什么活都能接啊 切 说到跑车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今天拔了一颗牙 你说会不会影响我单手开法拉利啊 那倒不会 就是你吹牛逼的话 可能会有点漏风 紧贴着张小凡 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直接看待了杨大梅 可以啊 小弟弟 没想到你真会开这车 我其他车也不错 以后你就随便开吧 此时直播间 纷纷议论起来 我逃 他真的会开法拉利啊 这小子 不会师父二代吧 我怎么感觉 他开法拉利 比我开拖拉机都熟练 开着法拉利 副驾驶上 坐着长腿美女 这是多少男人的梦想呀 这小子上班第一天 就实现了 杨总去哪里 跟着导航走 好嘞 这是一辆 蓝博机密追了上来 对着张小凡身边的美女 吹着口哨 而杨总根本没有鸟烫 装什么装 你这样的女人 老子健多了 不知道被多少男人包养过 这傻货还时不时的 故意别张小凡 差点就撞车 此时直播间谁有怒了 这人谁啊 开个蓝套车 装琴啊 主播告诉我 他的车牌号 我保证 让他的车永远没有轮胎 此时张小凡也怒了 怎么样 要不要甩掉他 你行吗 千万不要问一个男人行不行 此时富二代嘴里 还不断的说着垃圾话 怎么样 标一下 就你也配跟我标车 赌一百个W 看谁先到下一个路口 干吗 赌就赌 等着吃尾气吧 一旁的杨大梅 死死的盯着张小凡 此刻的张小凡 仿佛变成了那个人 紧接车子蹭的 一下就窜了出去 直播间直接炸了 弹射起步 是弹射起步 我的天 明天科目二 我高低也要试试 这弹射起步 此时富二代愣了一下 打死他也想不到 张小凡会弹射起步 不甘落后着他 直接一脚油门 追了上去 紧接着来了一个 全转飘逸 直接超越张小凡 而张小凡 丝毫不慌 此时的神情 把杨大梅迷的 一愣一愣的 注意安全 输就输了 一百万我给你付 输 老相 我会输 做好了 这是张小凡 直接提速 施展出一个凌空飞跃 直接反超富二代 直播间观众 直接看傻了 你的技术在哪儿学的 我也要去学 此时张小凡 已经甩掉 富二代一大截子 富二代也不甘示弱的 又追了上来 眼看就要到终点了 富二代 凭借速度的优势 死死的卡在 张小凡法拉利的前面 只剩最后两千米了 只要卡住他的车子 我必胜 此时张小凡 没有丝毫的慌张 一直跟在他后面 就还有 最后一百米的时候 一个成功 三百六十五度的 旋转加速 成功实现反超 这时也刚好到达终点 领导可以松手了 抓得我疼 杨大梅听到张小凡的提醒 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松开张小凡的手 小脸儿变得通红 主播有这技术 还出来找什么工作 直接去当赛车手呀 今年赛车锦标赛 没有你我不看 这时富二代开的车 单单来迟 哥 抽滑子 刚才外面人多 我错了 冒昧的问一下 你那个腾空旋转 加速怎么做到的 张小凡接过滑子后 说道 怎么 想学呀 那一招实在是太帅了 我要是能学会在朋友面前 怒一手 还不将他们的下巴吓掉 先去给我领导道个歉 好嘞 姐 刚才是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和我一般见识 哼 紧接着张小凡跟富二代 加了VV后 富二代也将堵住一百万 转给了张小凡 哥 有空给我打电话 星星科技公司 我家开的 有事找我 好时 我先走了 小弟弟 你真的只是个阴界生吗 我说领导 咱别耽误时间了 我可是按时收费的 十分钟后 两人来到一座 叫星星科技的公司门前